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香港的喜剧片 一枚道人 影片开场 在一个月时之夜 一枚道人的俩活宝徒弟阿豪和阿芳 正在跟他们师父养的储物小僵尸都闷子 这三位玩得正高兴的时候 一枚道人风尘仆仆的回来 这小僵尸虽然不会说话 但拍马屁打小报告可真是有一套 这时候一哥们儿慌慌张张的跑进了屋 说道场大事不妙了 可把我瞎尿了 可这哥们儿话还没说完 就被花盆砸得猫猫泡 一枚道人一看就意识到 肯定是出了大麻烦 于是急忙带着自己的俩宝贝徒弟出了门了 这三位一走 小僵尸在家里开始又梦有跳下胡闹 一枚道人带着阿豪和阿芳来到一农舍 一枚说有一棵芭蕉树撑了净了 只有童子身才能把这个女妖精给引出来 我是不行了 你们二位谁更纯洁 谁更天真无敬啊 虽然阿豪和阿芳都是童子身 但很明显阿豪要比阿芳长得帅多 这个世界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是先看里面 所以只能是阿豪去冒着想 一枚说用红绳做弘扬 点着龙凤竹 把红绳的一头扔进半腰林 另一头拽到屋里 绑在自己的脚趾头上 然后假装睡觉 引女妖精进入喧闹 他自要是一现身你就大声叫 时间不大千交百密的女妖精就出现 如天女下凡吐气如蓝 不过这一切都是表象 拿照妖精一照 女妖精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紧接着是一枚和女妖精的一场动作戏 茅山树大阵五毛特效 双方打的是鸡肺狗跳 甭提多热闹 最终女妖精和五毛特效全都交了款票 转过天 一枚受邀到某村看风水 村长说最近我们村一到晚上就狼酷鬼妖了 是不是风水出了问题 这个时候保安队长眼镜哥 带着自己的表妹来凑热闹 眼镜哥对自己的这位表妹可真是逃行逃飞 可以说是含在嘴里啪花了 拿在手里啪炸 一枚经过调查发现 原来是村里的野油水出了问题 随后他们在河里发现了大量的蝙蝠 修道院的院长胖大姐正带领几个修女干活的时候 眼镜哥带着手下出现 眼镜哥说我们在你教堂里发现了蝙蝠 所以必须把你的教堂给烧掉 胖大姐说孙子你啊信不信 你敢烧我的教堂 我就敢跟你同归一尽 随后胖大姐领着一枚到教堂查看 在一间封闭多年的屋子里 发现了一具早已干枯的传教士的尸体 一枚说从照片上来看应该还有一位 胖大姐说凭我的经验判断 他们二位应该是在跟妖魔鬼怪斗法的时候 能在喝饭 这个二位在屋里学没了半天 居然都没有发现房顶上的蝙蝠 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干净的水 一枚经过侧窜准准备打一口水井 可这几位刚回去吃饭 蝙蝠们就把一枚做好的标记给挪了地方 到了晚上 阿豪和阿芳出门买东西 回来的时候居然被女鬼给缠上 阿豪利用法术让女鬼上了自己身 原来这女鬼是一多才多艺的青龙小姐 琴棋书画吹拉弹唱 骰子排酒扑个麻将 咱这么说 就算是琴怀八雁也得对她刮目相看 上完阿豪的身 女鬼又上了阿芳的身 原来这女鬼由于只卖一步卖身 被青龙老板给炸了 由于女鬼的怨气非常的重 上了阿芳的身之后就开始下折腾 一枚是掐绝念咒外带挑逗的引用 终于把女鬼收了 转过天 一帮人正在打紧的时候 居然发现了一具僵尸 这具僵尸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教堂里失踪的另一位传教士 一没说得赶快活化 不然这孙子一失变 那可就是大麻烦了 可保安队长眼镜哥 为了拿到僵尸身上的红宝石 居然把尸体偷偷给调换了 这一颗镶嵌在十字架上的红宝石 主要就是震僵尸用的 这俩倒霉催的 把红宝石一弄掉 僵尸是满血附火 上去吭吃一口就把表妹给咬废了 胖大姐和几个修女睡到后半夜 突然听到外面传来奇怪的动静 他们出门一看 大批的蝙蝠突然就出现 把这几位吓得是花枝乱颤 为了找到女鬼的肉身入土为安 一没放了一个自主研发的孔明灯 三个人跟着孔明灯 一路来到了荒郊野外 果然发现了女鬼的肉身 师徒三人刚准备打头回府 那位被眼镜哥放走的僵尸突然出现 紧接着就是一场混战 这位僵尸哥可不好对 把这爷仨揍得是稀里哗啦 一没一看意识到不出绝招是不行 可这绝招也不太灵了 费劲不小但效果并不好 俗话说光棍不识眼前亏 一没虚晃一招带着俩徒弟仨子就撩 僵尸一看那能干嘛 绝着定在后边狂追 双方在桥上又展开了一场混战 由于这桥晃得厉害 加上僵尸的腿角也不是太利子 因此时间不大 这哥们就掉到桥下了 表妹被僵尸咬了之后 很快就变异了 可傻乎乎的眼镜哥一点都没发现 幸亏一眉即时赶到 这哥们才没领好汉 可这眼镜哥却恩将仇报 居然把一眉给拘留了 表妹来到牢房 刚准备把这个眼中顶给除掉 小僵尸即时赶到 只听咣当一声 表妹就叫了饭票 随后 蝙蝠们居然把僵尸又运回了绣道院 可白天作战对僵尸非常的不利 加上小僵尸在旁边不停的扔炸弹 搞得僵尸是方寸大乱 影片的最后 大家伙一拥而上 终于把僵尸给弄死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守唐诗 呀行吗 英书与成黄鹤去 只留往事去追 作品实在太经典 今后无人可代替